醒目一响啊 咱们书开整文 上文书啊 咱们跟头靶实的 总算啊 在这黑水营当中 把这赵慧啊 给救出来了 和这赵慧一同获救的 不光是这八旗将领 还有啊 前来归顺的俄敏和卓呀 以及这个霍吉斯 再有呢 就是三千多名的清军将士 这里边啊 包括有八旗索伦 查哈尔 绿营兵 还有啊 就是归降来的缠回兵 那么说这赵慧和傅德 两支队伍啊 会合在黑水营 那么下一步将如何进行呢 这会儿啊 这傅德可就不能拿主意了 因为啊 既然两支队伍合兵一处 那么就有主次了 这大帅赵慧啊 他是主帅 自然这主意呢 也得他拿 正月十四的白天啊 这黑水营之为德节 就在十四号的晚上 赵慧啊 都没容到天亮 命令大军是连夜启程返回阿克苏 把伤员病号啊 揪成了骆驼 没毛病的呢 能骑马的骑马呀 没有马的不行 命弩三 厄博石 油田 温布等人殿后 这帮的清军呢 腿肚子算是上了闲了 一路小跑的就回了阿克苏 那有人说呀 既然是打胜了撤退 干嘛还这么着急跑呢 哎 您可不知道 这事态呀 很凶险 这小合拙的兵啊 就在屁股后头 屹立地之外呀 时不时的尾随观望 给人的感觉就是的 他随时都能够大军压胜 击杀这支清军队伍 这大军一路急行军 来到了巴尔楚克呀 这才算 虚微的安全了一点 在巴尔楚克 留下了应敌之军 剩下的人 安全的回到了阿克苏 从这一点上啊 咱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赵慧呀 虽然再能争贯战 再勇猛 也有点啊 被围怕了 打怕了 从这起呀 这书啊 您接着听 您就能发现呢 自此以后的战场形势 赵慧呀 多少的 有点畏首畏尾 要说呀 这不应该 换个常人呢 可以理解 必定被围了三个月 缺吃短粮啊 差点把命 交得在黑水营 可是您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是一支清军的主帅 您要是先有了 切朕为敌的情绪 那这士兵 哎 那不更麻爪了吗 这大头兵们 就更没有主心骨了 那么说这清军 正月十四的 一场解救战 成功的 把赵慧 救出了黑水营 到底杀了多少敌人 自己的伤亡又是如何呢 其实啊 这富德也无非就是在气势上 赢了大小合卓 清点战场之后啊 被杀的敌军 大概也就是二三百人 那清军这边呢 哎 可以算是完胜 怎么说呢 因为战死的士族啊 只有两人 哎 有十几个人负伤 并且伤的都不是恨重 经这个赵慧 富德 正负 两位大帅商议啊 不能慌慌张张的 这清军就出了黑水营 必须呀 军马整齐 一呢 是为了提升一下啊 被围了三个月的 这支清军的士气 其二呢 也是让远渊的观察 窥视的 这些缠回兵们 看看 你呀 围住的只是 大清朝的兵 可是呢 你压不住 我们的军魂气势 当然了 哎 这底呀 哎 刚一开输的时候 我就给您谢了 出黑水营的时候啊 倒是军容整齐 人仰马欢呢 这盔甲军械明亮 可是啊 这赵慧一声令下说 撤退阿克苏 这队伍一上了大路啊 那可就是 俩鸭子 加一个鸭子 撒鸭子 颠吧 既然呢 这大帅有命令撤退啊 咱们先离开 这块凶险的地方再说 有惊无险的 这大军呢 算是安全的撤到了阿克苏 那现在的赵慧的紧要任务啊 就是组织大军呢 好好的休养生息 然后就是催人催响啊 催增援 因为这仗啊 还没打完呢 所以说呢 得积极备战呢 准备下一次的进攻 咱们按下啊 这赵慧在前方积极备战呢 咱们暂且不表 咱们得聊聊啊 远在这个北京城 也就是京师里边的皇上老爷子了 要说这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啊 那得是各式月以后的事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实在是路途太远了 也算是啊 捷报连连吧 首先呢 就是呼尔门大捷 然后紧接着呀 就是黑水营突围 虽然这些也都是败中取胜 可是呢 他再是败中取胜啊 他也算是阶段性的胜利 那么说作为这个朝廷 作为乾隆皇帝 哎 有功之臣呢 不表彰不行 这阵亡的官兵呢 不抚恤也不行 那么这第一道旨意呢 就是自清军入疆以来 先平准后征回 这富得呀 兢兢业业工作多年 这一回呢 解救这个黑水营有功 恩旨进封为三等伯爵 舒克多虽屡次获罪 但这次戴罪立功 一属可嘉 阿里滚及时送战马 是共同杀敌 扭转战局 镇心身为强曲 这二位呢 先口头表扬 哎 以后啊 加官进决的 咱们等平兵完大小合拙呀 再说 有人说这乾隆皇上 是不是太抠了 人家在前线呢 出生入死的 怎么到您这儿 还要等完平兵大小合拙再说呀 那这官不都是您皇上家的吗 您还不是想给多得官 就多得官啊 哎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这爵位呀 可以凭皇上赏 按您的立功标准 无论是公侯博子男 这皇上啊 瞧着给 可是这官可就不行了 无论是哪朝哪代呀 那都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 哎 您接着往下听吧 一会儿您就明白了 这斗宾呢 泪下重枪啊 失血过多 就牺牲在了军前 按照这个府去规定 这功臣呢身后啊 得有嗜好 乾隆皇帝就亲自赏了一个嗜好 就撞结 并且把这个斗宾的牌位啊 就摆到了朝中辞 这斗宾一死啊 甘肃提督这个职位啊 就空缺出来了 那么由谁来接替呢 哎 是咱们的老朋友 老熟人了 就是严相师君呢 所以您看了吗 这十区的官职啊 那就得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 没有这空区的官职啊 这皇上光封你个虚职 不给你工资 你说你能乐意吗 这皇上做事啊 是一步一步的 您可别以为这就完了 其实这些个风诀啊 那是针对这个护尔门大劫的 那么说呢 这劫黑水营之为呢 还得接着风 首先呢 不能冷了这帮来详的回众的心 在这里边啊 他自然就得挑 在护尔门大劫当中 表现最为出色的缠回将领 那么皇上选中谁了呢 他就选中了嘎代莫特 首先呢 晋升这嘎代莫特为头等侍卫 先给了一个荣誉称号 其次啊 就是许愿了 说下回啊 再收复一个城池 你就是那的城主 常听咱们书的朋友啊 都知道 这话乾隆皇帝可是没少说了 那接着风赏 那解救黑水营之为谁的功劳最大呢 哎 那还得说是负德 那刚不是说了吗 这负德刚刚啊 晋升为三等博 这一下子还没过两天呢 这产房再传喜讯 哎 又升了 这一下子又晋升了两格 成了一等城用博 其他的营中将士啊 像什么明锐 游屯 温部 端济部 弩三 厄博石 等等等等 包括啊 在军前校里的一根侍卫是都有提拔封赏 等全赏完了啊 这乾隆皇帝静心来 得琢磨琢磨 下一步的军事部署了 也就是在这会儿 在大后方的乾隆皇帝和在前线的赵汇军们 这君臣二人呢 对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啊 他有了分歧了 这现在的乾隆皇帝认为这大小合卓 丧胆之余是唯有逃盾 除防备贼人盾逃巴达克山 图伯特 横都斯坦外 更要防备这大小合卓逃盾北方 此时啊 北陆兵驻兵甚少 北疆空虚 大小合卓本成长于伊犁 对北疆伊犁啊 甚是熟悉 必须派兵坚守各要冲路口 严防二贼 逃顿俄罗斯 您听清了吗 这其实是这乾隆皇帝最害怕的 如果说这大小合卓一旦逃跑 逃到了巴达克山 图伯特 横都斯坦这些地方啊 说白了呀 就是阿富汗以西北的波斯地区 这些个小地方呢 咱们可以呀 这个派使臣跟他要人 要是不给呀 咱们也可以派大军 入境去捉拿 可是啊 这二贼呀 要是跑到俄罗斯坏了 这前两年跑过去的阿姆尔撒纳呀 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活着的时候啊 这沙俄政府啊 就拒不交人 死了呀 连尸手都要不回来 要说啊 这乾隆皇帝 对这件事情的担心呢 他不无道理 这乾隆皇帝是怕了 就怕这个俄罗斯啊 再次收容这个我方的战散 辛辛苦苦打的这些仗啊 最后闹得一个不了了之 虽然呢 收获了土地人民 但是啊 不能政法贼手 总是显得有点遗憾 有点那么的 名不正 言不顺 这些是乾隆皇帝认为啊 现在赵惠 负责二人 冰河一处是将打一家 人呢 是够多了 无论是冰丁啊 还是将官 所以呢 乾隆皇帝啊 就下令啊 让这舒克德 离开了军营 当然了 离开军营啊 也没离开这块地儿 还在阿克苏工作 不过呀 按现在咱们好理解的一句话呀 就是从这个武职 又改回到文职了 还有啊 就是那个 在这黑水营当中 一同被围的一员武将啊 叫明瑞 书中代言 这位明瑞啊 兴富察 他是啊 这个傅恒的侄子 成恩公傅文的儿子 也就是说呀 他是个外戚 那他是傅恒的侄子 那他必然就是孝贤淳皇后的侄子 别看呢 是一位小国舅爷 可是啊 在军中作战勇猛 不知道啊 您还记不记得 这赵惠啊 中了大小合著的计 跑到这个英俄齐攀山呢 意图去抢人家的战马牲畜 可是啊 在这叶尔强河畔呢 就中了伏兵 这傅察明瑞啊 一马当先就冲在了最前头 可是啊 受伤了 让人家拿长矛啊 在腮帮子上 捅了一个大窟窿 哎 这小国舅爷啊 算是破了像了 乾隆皇帝特意降旨 让明瑞啊 回京树职 也是顺便养伤休息 不但是他一些啊 受了伤的官员 以及侍卫啊 都一同回京养伤 那这些人呢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就明确了 哎 养好了伤 能回前线的 愿意回去就回去 不能回前线的 我这还有大批的侍卫 等着到前线去历练呢 这皇上这道旨意啊 也有锻炼队伍的意思 不但如此呢 这乾隆皇帝大币一挥 还恩免了 甘肃通省来年的 地丁乾粮 及各属 今年未完 借欠杂项 这就是皇上开恩 给这甘肃全省啊 免税免付 体恤民情减轻 农民负担的意思 那怎么就和赵惠 在前线的这个军事意图 发生冲突了呢 这会儿啊 在阿克苏的赵惠 可不管那个 赵惠完全是恶怕了 这赵惠啊 再也不想过这个 没有军械钱粮 没有这个援军战马的日子了 所以说这赵惠啊 借着自己 可以提掉各省军务 大帅的身份 就下遇新任 陕甘总督吴达善 让他立即提掉 索伦查哈尔兵500 马一千匹 银三十万两到军钱 这乾隆皇帝啊 看到奏报之后啊 直接就批复 这个钱呢不能给 虽然呢 这人马以及钱粮啊 都在路上了 但是啊 也得冻结 这钱呢 就先呢 暂存在哈密吧 乾隆皇帝 直接下旨给赵惠 警告他说呀 办理军务 虚当成实际 不易图章虚数 虽然呢 这乾隆皇帝这么说 可是在乾隆皇帝心里啊 还真不认为 赵惠啊 拿下这些钱 来是中饱私囊 这显然呢 这赵惠啊 在黑水营里 这也是穷怕了 恶怕了 就在这君臣二人呢 因为战备 打着嘴上官司的时候 坏消息可来了 出事了 哪出事了 和田六成出事了 这小河卓派了一哨人马呀 从那个叶尔强出发 绕过了沙漠汉海呀 来攻打和田 钱文书咱们说了 这和田地区呢 归顺了清廷 这乾隆皇帝 就派这个伯克恶队 带领着本部的这个 禅徽兵以及六百绿营兵啊 前去接收和田 哎 很成功的 恶队也到了这之后 就把这和田城啊 拿下了 在各城都派了自己的伯克 当然了 这些城主伯克呀 那肯定都是新乡大清的 关于这个驻军方面呀 听着是不少 连这个禅徽兵带绿营兵啊 稀里呼噜的 这恶队也带来了一千多口子 可是您别忘了呀 这和田地区有六个城 分别是啊 克勒迪亚 齐尔拉 塔克 玉龙喀什和哈拉喀什 还有呢 就是和田本部 这回人称呼啊 叫俄里奇 怎么着这些地名 您都听着耳声吗 那我就跟您说说 今天这些城都叫什么 就是啊 和田县 还有这个墨玉县 榆田县和这个策勒县 还有就是玉龙喀什 塔克两地 乾隆皇帝接到和田守将永贵 以及铸成伯克厄队来的求援信的时候啊 那已经是乾隆二十四年了 那么说啊 这和田六成是什么时候受到了大小合着军队的攻击呢 实际上啊 是乾隆二十三年的腊月十三日 就在这一天呢 一支叛军就来到了和田地区 领兵的是谁呀 就是乾隆皇帝宣布的这回江啊 第二号战犯最初啊镇守库车的阿布都克勒木 他领着一员副将啊 叫萨里克 再加上啊六百多名骑兵 趁着赵慧呀备为黑水营 这会儿援军又没到 所以他们趁乱呀就来攻打和田了 他们也知道啊自己带的兵啊不算多 所以不能呢一城一宝的呀去打攻兼战 他们就选择了更恶毒的一个主意 把这个人马就扎在了俄里奇呀 与喀拉嘎什的中间 就是现在的这个和田市啊和墨玉县的中间 有了这么一支骑兵啊 哪个城市也消停不了 无论你是啊来往各城的商队 出城侦察的清军 还是种田采摘的百姓 只要你出城啊 这支骑兵连打在杀在抢 弄得这整个和田地区是人心惶惶 这还在其次这么下来呀 这粮食耽误了 不能种啊也不能收 当然了咱们这会儿说这话呀 还早点关于这个粮食不能收种的问题呀 还得等到过几个月才能凸显 总之啊这会儿的和田地区呀 算是告急了 这恶队呀给朝廷的奏报说呀 我这现在加一块 六个城加起来也就能凑出五十多名骑兵 剩下的六百多人呢都是绿营步兵 能够守城 不过也分散在和田六城 我呢倒是组织了一些精壮知识 也就是城内的缠回老百姓 帮着士兵一起守城 可是据这个恶队看呢 这些人呢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 只能算是这个壮丁挑夫 帮着这个军队呀扛扛扳扳的还行 最后呢这恶队呀也不忘表忠心做保证 说皇上您放心 我再怎么咬牙坚持啊 也能坚持到二月份 那这乾隆皇呢一听到情况如此紧急 于是就下令赵惠复德二人呢 赶紧派兵持援 可是这会儿赵惠呀 他却说他派不出人来 他没办法现在从阿克苏召集军队呀 去支援和田 那么说现在赵惠手下有多少人马呢 这件事情啊他有账可查谁也说不了谎话 现在在阿克苏城的赵惠呀 包括自己手上以及各地赶来的增援之兵 这里边啊有刚从西安调来的满洲兵 以及巴里昆新调来的一千达瓦十部的蒙古兵 算起来这骑兵啊大概有九千多 再加上绿营兵和这个缠回兵啊 算在一起呀 怎么着也能达到一万六七千人 可是有两样的得听明白了 首先这些人呢 有的是驻守在其他城的兵 虽然呢归赵惠指挥 但是啊指着他们防守城池啊 不能动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在路上还没有到 最为关键的是啊 这赵惠呀真是有点胆寒了 他呀再也不想打着无准备无后援的仗了 他觉着想指挥这支部队 最起码需要配备三万匹战马 相应的口粮军器火药等等等等啊 必须得充足 要按照啊两万人的军队来准备 并且呢驮着这些物资啊 还要有相应的骆驼 需要多少骆驼呢 他倒是说了数了 要一万封 这些个军需不道啊 是万万不能出兵 这乾隆皇帝一看这些奏折呀 立刻就急了 他说你看呢 你跟我要这些战马自重 那你想过没有啊 这敌人到底有多少马呀 这大小合着呀 无非是当年接受了阿姆尔撒大的几千匹马而已 这仗啊已经打了快半年了 他们的马难道就不受损失吗 所以说你跟我呀 要这个美名骑兵配备两匹战马呀 没有道理 你召唤也别跟我这穷对付了 赶紧出兵迎敌 去解救和天之围 你看看啊 你当年被围在黑水城 这黑水营当中啊 三千多人 可一水都是你的人 不是八骑兵啊 就是投降过来的缠回 要知道这恶队现在的情况啊 那是非常紧急 这恶队呀 现在跟这些回人呢 那可是共处 你知道谁有了一心 这夜里就反了呀 所以说呢 情况紧急 你们要赶快派人去增援 就这样的 一来一往 君臣二人比头子上的官司 可就打到了四月份 这恶队呀可说了 我呀顶摊了 能支持到二月份 这已然两个月过去了 那么说现在和天城那 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恶队面临的情况啊 那怎么能说是凶险呢 那简直啊 是相当的凶险 这和田六成 被人家软磨硬弓的 弓下了五座 现在这恶队伯克呀 那可真是一城之主 光杆司令了